这次中国卫星又把美军的隐身战机抓了个现行 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一目了然 中国卫星实在太厉害了 前段时间 中国高顶一号卫星 悄无声息到达美军驻中东基地上空 拍摄了大量的卫星图 将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卸底 让美国人防不胜防 就在近日 中国卫星再次造访 美军在中东的异动一目了然 近日 摇杆智库又公布一些卫星图 而这些图片是中国卫星再探美军中东基地的成果 此次中国卫星重点关照了阿联酋扎弗拉 与卡塔尔乌戴德两处美军在中东的空军基地 跟上次相比 美军部署出现新的变化 在上一次拍摄中 我们发现美军部署在中东的大批F2与F35南米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F15战斗机 而当时的分析认为 美军的隐身战机并没有转移 而是偷偷藏在本基地 可以在战时突然出击 以达到出奇不意的效果 而这一次 中国卫星却把美军的隐身战机 抓了个现行 中国卫星正巧拍到阿联酋扎弗拉空军基地内 有一架飞机正在偷偷溜进机棚 其机尾被卫星捕捉 而根据判断 这极有可能就是此前消失不见的F35 这也解开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疑惑 看来 美军是真的将其偷偷在本地血藏 但中国卫星让F35无处藏身 揭开了美军隐身战机失踪之谜 中国卫星也为我们带来一些新消息 根据7月21日摇杆影像显示 卡塔尔乌戴德空军基地 进驻6架A10攻击机 这飞机专注于对地面攻击 很有可能针对的就是伊朗的地面与地底设施 同时 该基地内EA18级电子战飞机数量 以及两个基地的加油机数量都有所增加 那么美军为何又有这些新的部署 摇杆智库分析认为 美军会先派事先藏好的F2与F35 对伊朗进行突然打击 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伊朗防御体系瘫痪 美军的攻击机与轰炸机 会作为第二波攻势拍马赶到 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与防御设施 空中加油机 则保证美军战机初期的频率与强度 然而尽管美军精心部署 无奈却防不住头顶的中国卫星 战略目标也被剧透了阁光 美军两次栽在中国卫星下 不得不感叹中国卫星实在太厉害了